想問一問 如果在合作區裏面發生一些創業或者就業 和生活裏面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法律糾紛的話 是會怎樣處理的呢 麻煩你 在我們有關的方案裏面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有一個叫規則的銜接 所以現在我們的法律工作小組 和我們有關的工作小組已經進行有關的銜接 在總體方案裏面 我們希望我們澳門的民商事法 可以在橫琴落地的 這個就是我們有關的要求 所以現在我們下一步 我們討論好多之後 因為這個牽連到我們有關的事法制度 有關的法庭的設立 有關很多的具體的工作 所以在總體方案裏面 它是給了一個框架 在這個框架下面我們再會深化下去 逐步去作為有關的 向大家會去講清楚我們下一步 真是落實到了 有關的條文是怎麼樣 我們就會向大家公佈 但是我們的方向是定了的 規則行節和國際的規則是橫琴落的行節 這個是講的民商事法不是認法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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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